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,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国,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剑步,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。 不过在以前,却发生过很多次针对中国的事件,比如说上世纪美国提出的制裁案,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选择跟随美国同意。 少数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选择弃权,只有两个国家挺身而出,依然投下反对票,坚定的选择和中国站在一起,这两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和古巴。 事情是这样,在联合国的一次大会上,美国向中国发难了,提交了要求制裁中国的提案,随后的表决环节中,共有213票赞同,启全的23票。 反对,这一提案,的仅仅只有两票,日本是毫无疑问的投了赞同票。 不但如此,日本还怂恿韩国,印尼等国家一起投了赞同票,这种做法非常阴险。 为了打击中国,日本可以说什么都能做,迫于美国的压力,俄罗斯,朝鲜和我们的非洲兄弟国家,都投了弃权票。 在这种情况下,巴基斯坦和古巴的反对票,就越发凸显珍贵了。 看到中国当时处境的困难,巴基斯坦代表发言时提到,坚决反对联合国干涉成员国的内政,尤其是干涉作为有偿之一中国的内部事宜。 真的是患难见真情,尤其在俄罗斯那样的大国都投了弃权票之后,巴基斯坦这样的举动更是让我们感动。 而另一个支持我们的国家古巴表示,联合国并不拥有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权利,这样的提案是让人无法接受且违法的。 即便如此,这项提案还是以多说票赞同通过了,由于不是二理会的决议,所以中国也不能使用一票否决的权利。 这次大会结束以后,巴基斯坦遭到了美国严厉的惩罚,对其进行了经济封锁,导致了巴基斯坦的经济水平倒退了二十年,并且停止了与古巴的一切贸易合作,也让古巴损失惨重。 在我们经济繁荣的今天,始终保持对巴基斯坦和古巴的帮助和支持,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忘记,在那个困难的年代,只有这两个国家敢于不屈服强权利挺中国,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支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